过去台铁误点的退费标准相当的严苛 如果列车误点是台铁的疏虚 只有对号列车延误超过了45分钟才可以全额退费 而在消保处的要求之下 现在台铁打算将误点退费的标准大幅放宽 连驱进车误点超过了45分钟都能够退费 而目前修正草案最快本周就会报交通部来核定 一旦通过就会实施 从台铁的火车时刻表可以看到 一辆由台北开往花莲的自强号将晚18分钟开车 另一辆由高雄发车要开往台北的自强号也是晚了5分钟 过去台铁误点的退费标准相当严苛 在消保处的要求之下 现在台铁打算将误点退费标准大幅放宽 根据台铁现行的规定 如果列车误点是台铁的疏失 只有对号列车延误超过45分钟可以全额退费 未来将扩及到区间车 如果是使用悠游卡等电子票证的民众 只要调阅进出站的记录也可以办理退费 至于不可规则台铁的误点 像是闯越平交道 电车线遭义务卡住等情形 台铁因为会采取代位求偿 所以将对误点达120分钟的列车 另外像是天灾 过去完全不赔 未来也会是个案决定是否理赔 台铁表示修正案最快 本周就会报交通部 记者游戏朋友组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